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钟文泽 iMac迎来了可能是过去10年外观的最大改变 我也是有机会提前看到了7款彩虹配色的全系iMac 我太喜欢这次的彩虹撞色设计了 所以特意给大家制作了一期视频 说说我对这7款颜色个人的排序以及购买推荐 首先这7款颜色分别是红、橙、黄、绿、蓝、紫、银 就是阳光通过水珠折射出的彩虹七色 这也是像1998年经典的iMac G3致敬 新的iMac后盖采用金属磨砂工艺 正面则是白色边框以及一个宽下巴 其中下巴的颜色与后盖的颜色属于同色系 但是不同色彩 因此会有一种深浅冲撞的视觉观感 正面的白色边框较前代明显缩窄 底座则与下巴面板色系相同 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先说说绿色 绿色其实是我在看官方渲染图时最期待的一个配色 因为它的后盖实在是太好看了 这个颜色太像G3那个果冻绿的配色 浓郁但是不俗气 边框与后盖是相同的绿色 线条方正与iPad和iPhone12系列设计元素相同 底座部分采用与iPad Air 4和AirPods Max耳罩相同的浅绿色金属磨砂 今年每个iMac都配置了色彩匹配的编织电源线缆 绿色这个线缆是真好看 开机键依然在后盖的右下角有一个浅浅的凹陷设计 跟麻将牌字体凹陷是一个逻辑 适合盲槽 开机键旁的边框有一个3.5毫米耳机接口 这个改动设计很贴心 更容易操作了 左下角四枚USB-C接口 其中两枚雷利接口 上方有闪电的标识 24寸iMac的一个改变 是取消了SD卡槽和USB-A接口 机身与底座的转轴长这个样子 从前侧面看边框是长这个样子 后盖的绿色真的是太好看了 和白色面板配合在一起非常清新 但是我在现场对于绿色的下巴和底座这个浅绿色并不满意 清新是清新 但是光线一旦暗下来很容易腻 直接把绿色从自己的选项中滑掉了 有一个细节 就是下巴这个位置实际上是玻璃材负覆盖 因此随着光线流转会有一定的反光 这个质感要比现在的iMac更高级 绿色的键盘和鼠标长这个样子 还是非常清新 绿色和白色在一起配搭有一种浓浓的校园风 这一次键盘四个角的按键全部都改成了圆角 目前还不知道打字手感 我会在另一个iMac评测视频里给大家反馈 键盘右上角则是新增加的Touch ID指纹解锁 有一点点梦回iPhone 5S的感觉 绿色总结 后盖满分 但是前面板容易腻 拉低了后盖颜值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最后综合排在第四推荐的位置 接下来说说黄色 黄色是只有高配才有的专属配色 但是实际观感应该是七彩配色里我个人最失望的 黄色的后盖应该是七款配色里最艳丽最亮眼的 因为颜色更浅 所以也是后盖和底座配色最接近 最不撞色的 在光线不足时 黄色iMac后盖会呈现出偏土黄色的质感 而光线充足时 有一点皇家龙袍龙椅的亮黄 如果在太和店皇上的桌子前摆一台 应该毫无违和感 依然配有专属配色的电源线缆 侧面边框的配色是这个样子的 侧面边框与屏幕白色边框一起同时出镜时 侧面的黄色会略显暗淡 相比之下下巴的黄色就会明亮更浅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下巴玻璃面板在光线流转时的质感 有一点点像我们吃的布丁的颜色 底部边框与键盘和鼠标的黄色 还要比后盖再浅一点 还是浓浓的皇家风格 这个键盘和鼠标的配色我都不是很喜欢 光线稍微暗一些就会呈现出土黄色 可能也是我的内心比较忧郁 活泼开朗的同学可以挑战一下 另外有一个小细节 这次功能按揭做出了调整 新增了查找 语音操控和误扰模式 这个误扰模式的加入我很喜欢 七彩配色个人推荐 黄色永夺第七名 接下来是橙色 也是高配版的专属配色 橙色是一款我此前最不看好 但看过真机之后反差最大的一款 这个后盖的颜色同样很亮眼 整体给人很纯粹的橙色 在光线的反射下会有一定的金属质感 侧面边框的质感是这样的 这次iMac的一个细节 就是彩色iMac的苹果logo 其实也有淡淡的主题色 橙色这款呢 就是淡淡的橙色底色 橙色数据线色彩会比较浅 这一次橙色让我觉得意料之外的原因 就是正面面板以及底座和鼠标配色 都选得很好看 这种淡橙色会有一点轻微的粉色 或者说粉沙色 哎呀 一道描述颜色我就感到深深的无力 估计这会儿屏幕前的小姐姐 已经纠正我800多回了 给大家看一下正面下部玻璃面板的质感 有一点粉色 也有点肉色 橙色的键盘鼠标很像早两年MacBook Air的那个粉色 在光线照射下会有一点点金属铜的感觉 综合排名的话排在我的第五推荐配色 接下来我要介绍今天第二推荐的粉色 注意 虽然后盖是正红色 但是官方把这个颜色称之为粉色 这个后盖就是完全的红色 红的浓郁 红的热烈 红的奔放 这个颜色是真漂亮 在不同的光线下 红色会有些许的变化 但都是非常好看的红色 红色回到了深浅颜色配搭的设计 充电底座 充电线缆和键盘鼠标 真真的都是粉色 苹果logo也是浅粉配色 正面粉色玻璃面板下巴 与白色边框和红色侧面边框的色彩配搭 是这个样子的 在各个角度去看这款粉红配搭 我都觉得太好看了 与刚才橙色的键盘相比 粉色键盘又更淡 更优雅 我不知道啊 我瞎说 好像有一点点粉饼的感觉 鼠标的这个粉色也特别好看 我特意对比了一下橙色鼠标 和粉色鼠标的设计 大家就能看出两者的差异了吧 粉色的明显要更淡 更细腻 更温柔 再接下来 女士们 先生们 我要隆重介绍七色彩虹里 我最喜欢的配色 紫色 这个后盖的颜色 就和葫芦娃里七地的颜色 那是一毛一样 紫色由于当年提取难度高 所以在古罗马一直是皇家配色 凯撒遇刺时就身穿一身紫袍 这个紫色真的是又低调又高贵 当然 如果单纯说后盖的话 我觉得紫色是拼不过绿色和蓝色的 但是架不住紫色的支架和键盘鼠标 简直好看到犯规 大家看紫色的前面板是有一点点香芋色 我不知道自己形容是否准确 就感觉这个颜色我都已经闻到香芋味道雪糕的那个香味了 大家看这套键盘 是不是好看到犯规 鼠标的配色长这样 大声告诉我好不好看 键盘的配色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天啊 真的是最好看的键盘 我甚至在想 如果苹果单卖键盘的话 我肯定要入一款这个键盘来使用 给大家看一下紫色这款的三色交界 当然 这个紫色还需要有一定的驾驭能力 骨子里没点浪漫的气息 还属实有点hold不住 所以我虽然认为这款是最好看的 但并不是最适合我自己的 接下来就来说一说我选择的颜色 蓝色 蓝色的后盖其实和iPhone 12 以及AirPods Max的蓝色几乎相同 是那种很浓郁的蓝色 有一点深海蓝的感觉 在不同的光线下 蓝色后盖长这个样子 其中苹果的logo也是浅蓝色 蓝色的电源线相比之下非常淡 比logo的颜色还要淡 蓝色正面和底座长这个样子 其实和iPad Air 4那个蓝色非常接近 这种蓝色的特点是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 呈现出天蓝色 非常好看 非常耐看 但是蓝色也是受光线影响最大的 一旦按下来就会偏灰色 尤其体现在键盘上 这是蓝色最终没有胜过紫色的原因 我对比了一下蓝色和紫色的键盘 大家觉得哪个更好看一些 单纯从外观来看 我会觉得紫色更好看 但是从自用的角度 我还是选择了蓝色 我怂了 紫色鼠标和蓝色鼠标 我也给大家放在一起进行了对比 大家觉得哪个更好看呢 最后综合排名 我把蓝色和红色并列排在第二位推荐 是那种比较白搭的颜色 最后我们来说说银色 其实银色也很好看 是那种很统一的银白色 完全不挑配搭 放在哪儿就和哪儿融为一体 这个配色无论是正面还是后盖 都最有iMac过去十年的延续感 会有一种这个配色是iMac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七彩彩虹的感觉 但是我不得不说 在彩虹配色的对比下 银色显得有一些普通 我会有一种买都买了 难道不买一个彩虹配色吗 这样的想法 我相信银色销量不会差 毕竟是最稳配色 但是就会有一种不尽性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有相同的感受 所以我把银色排在了个人推荐的第六位 好了 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给大家拍摄的 七款彩虹iMac视频 希望能够通过我的镜头 和语言描述 带给大家更准确的参考 让那些不能亲自到店里体验的同学 可以借这支视频 找到自己最心仪的颜色 在这支视频上线的同时 我也会上线iMac的评测视频 欢迎大家收看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